佛罗里达大学表示 他们已成功开发一款便携军用趋纹装置 使用时不需要加热、通电 也不需要与皮肤接触 可为美军人员提供长时间的防纹保护 目前 这种装置已通过军方测试 佛罗里达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该装置由是美国国防部的战士保护计划资助 它是由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博士生 纳加拉·詹拉贾·戈帕尔和克里斯托弗巴蒂奇博士 共同设计的 佛罗里达大学指出 虚文装置最近已与美国农业部合作 在盖恩·斯维尔进行了为期四周的半实地研究 结果显示 受控释放的蛆虫剂 四伏本举止 能有效地防止多种蚊子进入测试地点 四伏本举止又称作四伏举止 拜富宁 是一种有机杀虫剂 被认为对原类和动物是安全的 虚文装置由一个管状的聚饼锡塑塑料组成 长2.5厘米 里面有两个较小的管子 和一块含有虚文剂的棉花 拉贾·戈帕尔说 使用我们的设备 就不需使用局部驱虫剂 也不需要在开放区域喷洒虫剂 这些虫剂可能污染周围的植物或水体 并对蜜蜂和蝴蝶等有益的传粉者 产生负面影响 他表示 这款产品用途广泛 便于携带 易于部署 且不需要用电或加热来激活溶液 研究人员表示 他们使用钓鱼线 将70个装置固定在一个大型军用帐篷的开口处 并将蚊子释放在帐篷外部的不同位置 在24小时内 几乎所有蚊子都被杀死或驱离 现场测试的原型 创造了为期四周的保护空间 但最终产品将通过3D打印工艺制造 可将保护期延长至三个月 蚊子有传播疾病和病毒的能力 包括疟疾登格热病毒 债卡病毒和西米罗河病毒的 拉贾哥帕尔说 他们正为装置申请专利 政府有兴趣进一步研究 最终将其商业化 用于民用市场 此外 农业部将评估其他成分 以扩大装置的潜力 它不止可用于防蚊 拉贾哥帕尔说 我们想证明 它可预防其他昆虫 尤其是皮虫 它们会引起来母病 对人们构成威胁 优优独播剧达 优独播剧达